蓝色妖姬月季存不存在 蓝色妖姬月季 无可否认是月季当中的新贵 妖艳迷人 象征着对爱情的承诺 今天是5月2号 还有18天就到5月20了 可能又有些人想起蓝色妖姬玫瑰 之前有一些网友问我 说从网上买这个蓝色妖姬 能不能开花对白 对不对白 那我们先要看一下这个蓝色妖姬 它是不是真的存在 蓝色妖姬月季 其实是一种染色的月季 在大自然当中 纯蓝色的月季或者是玫瑰 好像是没有的 你说你买一颗月季 最后开出蓝色妖姬的花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月季 我们所看到的花链里面 出现的这种蓝色妖姬玫瑰月季 有一些花链为了让这个蓝色妖姬的颜色看起来比较自然 不会显得干巴巴的 它就会在月季生长期的时候就给它染色 让这个蓝色的染料浸透到这个花瓣里面 它就会看起来比较自然 一般是使用这种白玫瑰 或是这种颜色比较浅的这种玫瑰来进行染色的 还有一种比较低端的 就是用这个蓝色的粉末 喷在这个花瓣上面 这样喷上去的它就容易掉色 如果是染色的 染的比较好的 这个玫瑰基本上不会掉色 这就让一些人认为 确实有蓝色妖姬这种花 它怎么看它都不像是染色 而且不会掉色 凡是在网上买了蓝色妖姬月季的 商家承诺你包对版的 那你现在可以回去看一下它的店铺还在不在了 真正纯蓝色的月季品种是不存在的 但是有一些月季 它是有一点点偏蓝色 但是又结合了其他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蓝色阴语蓝色风暴 它开出来的话都不是纯蓝色的 都是蓝紫色 就是蓝色泛了一点紫色 还有丁香经典 蓝色绒球 水星王 寂静 海洋之歌 蜻蜓 等等这些月季 大概有几十个品种都是这种蓝紫色的 就是看着有一点点蓝色 这位当中还有一种就是蓝色礼服 这个月季 它还是有一点点蓝色的 因为它是白色 和蓝色相结合的 这样看起来它就显得有一点点蓝 就是浅蓝色 另外有个蓝色梦想 这个月季 它的蓝色就是略微的重一点 但这种月季 不是特别常见的 可能都不一定能买到 所以说大家不要再幻想什么蓝色妖姬月季了 还有一种就是彩色的月季 它不是像藤彩虹啊 包括小五彩啊这种彩色 它是彩色很分明的 一道一道的这样的月季 那是不存在的 还丢了 是 这种彩色呢